有個朋友就137美元買了蘋果的 他說怎麼看呢 其實我不是敷衍大家的問題 就是在這些價位上買 幫你近期撈底 但問題是你為什麼買蘋果 你為什麼覺得那個估值是 不需要無視的市況 繼續向下沉底 是不是蘋果上次出季度業績 我忘記了4月或5月份的事 他都說明之後會有機會面對供應鏈的問題 你是不是預期下一部iPhone賣到火紅火燃 不是的 你純粹目光視就看到 因為說由180元跌下來 137元很便宜 這些又最死定人 開個月線圖 你看一下可以跌到多少 你就這樣按個月圖 不是跌很多 你只不過因為開日線圖 你看180元跌下來跌很多 沒有意思 所以這些股份上 你問我137元買 怎麼好 一定是用5月份的低位來做止虧 穿132元就離開 但是問題 在我的角度 我會寧願省下一個不問算 但是你想博的話 就博起來 所以在美股上面 我都是見不知一率離開 是